人员确实没有按照他们的既定所定的程序 从六年前海军雄三飞弹物射到敦目舰队群聚 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 制造我们海军的一个牵引 没加速屡屡亲上火线替海军解围 还被冠上海军阿信称号 如今他的新身份将是海军司令 过去在海军的历练以及在国会的表现 我们相信他会是一个非常适任的海军司令 国防立委正面肯定即便没加速经历不算太亮眼 台面上已是一时之选 但有人接就有人退 在国军最新一波人事 一栋国防大学校长张哲平将调往总统府当战略顾问 海军司令刘志斌则是接任他的国防大学校长一职 而没加速调任海军司令后 原职务由副参谋总长郑荣峰来接手 不管是刘志斌转任国防大学 或者是国防大学校长张哲平转任战略顾问 在时间点上这属于合理的 在符合过去惯例的调动的时间 绿营立委话先说在前头 毕竟像是被调离国防大学的张哲平 就被认为跟先前卷入共谍案有关系 如果他在没有这一方面的事情的话 我相信他能够把这个任期做完 因为他任期还剩下半年 那半年当中可能要使检调单位 在这一方面进行的比较顺利 让他调整事务 专心去面对检调的事务 军方人士一栋对外宣称 适才适用 但其中没搞 外界联想也没少过